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货币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每天都会接触到 但是其实我们对香港货币认识多少呢 在3月14日至6月4日期间 前往香港历史博物馆参观香港货币展览 你就可以认识更多有关货币的有趣资料 这次香港货币展览是香港货币展览 有史以来是最大规模的 我们展出的展品有七百件 部分的展品我们甚至在世界不同的地方 搜索回来, 包括在英国的档案室 有很多展品也是第一次在香港展出的 开浮初期的香港, 没有自己的货币 市民主要是用中国流通的货币 以及随着贸易流入中国的外国银元 香港的硬币直至一百六三年才面世 硬币是由金属铸帽 一个一个这样铸造出来 现在就有机器数硬币 以前用什么方法你又知道吗 当然是用木盘数钱, 有赏为证 香港从开负至今 一共有八间银行发黄的钞票 当中有三间到今日 仍然为香港发钞 你猜猜这间 印度新金山中国惠里银行 即是今天哪间银行? 是渣打银行 是渣打银行 不同面雅的纸币有不同的匿称 好像十元就叫青蟹 一百元是红三鱼 两者主要跟它的颜色有关 而五百元被称为大牛 是因为二十世纪初 汇丰银行的五百元钞票 有牛耕田的图案 而且是当时最大面雅的钞票 现在的钞票都会印上发行日期 但是以前政府发行的紫币 并没有印上发抄日期 如何分辨属于哪个年代? 答案是看财政司的签名 来推断紫币的年代 这次展览还会首次展出 过往是英国印製钞票用的钢板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为准备香港回归 1993年开始 杨智英取代铝黄头像 成为香港硬币的图案 原来设计背后 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在1992年任志光先生 当时出任外汇基金管理局局长 他授予重任 要设计一个硬币 给回归后香港使用 当时基于保密的原因 他不能让人知道他在做什么 所以他托词 他现在要帮金管局 设计一个局徽 找人到政府新闻署 找了一些杨智英的照片 同时他将我们硬币上的中文字 比如说香港一元 香港五元这些字样 拼凑成一篇文章 然后找了一个朋友 帮他用书法字 腾写一篇出来 然后他本人最后 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工作 就是将这些图案和字 拼凑而成 成为我们今天所用的 杨智英硬币的初稿 除了流通货币之外 纪念钞票和纪念金币 也一直深授市民欢迎 为了乘客户 以前银行会不时推出钱箱 这几款设计你又见过没有 这次展览还有一个抽掌游戏 各位参观人士祝你好运 でき了 在这里 你们的时候 可以购 Works 麻烦 两百 电 面